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有朋友在问 我的鸽子在预赛的时候飞进了前十 分速飞的还比较高 然而在决赛的时候却变成时龟 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路鸽子也是我家里的煮血鸽子 今天就这个问题我简单的和朋友们探讨一下 也许我说的不对 我只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在预赛的时候飞得很好 决赛的时候飞得不理想 或者变成了吃龟 第一个,与他的体能恢复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关他飞得快,说明他飞得过猛 他回来以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给他补充体能 第二关他飞不快也情有可原 有朋友他就说我的鸽子回来以后 体能恢复的相当不错 状态也是非常到位 他怎么也飞不好 其实这中间呢 除了一个体能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因素 被我们很多的各有忽视了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一些职业玩家和一些赛格高手 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也不会轻易的输出来 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呢 农村大叔在这里告诉你们 欲赛飞得好 决赛飞不好 如果你的鸽子体能也恢复得很好 状态也在高峰 他飞不好 这个原因在于 你的鸽子气狼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关于鸽子气狼的重要性 我呢也就不多说了 鸽子气狼不佳 它就会直接的影响到鸽子的飞行速度 以及鸽子的耐力 气狼不佳 它能够导致鸽子体温升高 鸽子内脏呢 或因气狼不佳 发生一些摩擦而受伤 鸽子速度恢复起来 也就情有可原了 关于气狼的一些详细情况 我会在下一期和朋友们 详细的聊一聊 气狼 一些职业玩家和一些赛格高手 他们呢会用一些方法 快速的恢复鸽子的体能 调整鸽子的状态 同时呢 他们也很注重鸽子气狼健康 鸽子气狼不佳 平时你是看不出来的 只有在比赛的时候 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在比赛期间 为了解决气狼不佳的问题 我们可以使用气狼器 给鸽子气狼做一个有效的保护 做过不错过 让鸽子始终处于最佳的经济状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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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